老外准备了一个玻璃箱,在里面放了一块史莱姆,然后把里面的空气给抽了出来,慢慢的,史莱姆的体积就变得越来越大了,在里面也充满了许多气泡,就算是变成了这样了,也并没有对史莱姆造成丝毫的影响,甚至还会把史莱姆放进粉碎机当中。 虽然史莱姆也像其他的物品一样被吞了下去,但是从下面能够看到史莱姆并没有被绞碎,也就是变成了一团,没想到最结实的竟然是柔软的史莱姆,而接下来老外准自己制作了一块淡紫色的史莱姆,准备放到洗衣机当中,感觉洗衣机与粉碎机一样都是会旋转的,甚至还在里面加了一些水。 就这样在里面旋转了起来,慢慢的,竟然产生了一些泡沫,等到最后发现里面的史莱姆已经消失不见了,而接下来老外又准备了各种颜色的史莱姆,也打算放到洗衣机当中,让这几种颜色的史莱姆混合在一块,就好像是揉面一样。 把这几种不同颜色的史莱姆给揉在了一起,老外感觉自己用手揉的并不是很均匀,于是放进了洗衣机当中,这一次就没有往里面加水了。 能够看到史莱姆并没有混合在一块,反而变成了长条状,又在外面踩了踩,最终变成这绿布垃圾的颜色,老外也是有些后悔了。